大街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背影 她踩着水蛙 缓慢地向前走着 手里拿着一个造型独特的手机 突然 她用手摘下头上戴着的帽子 原来是一个女孩 女孩来到一间超市 她左右张望着 不知道在寻找什么东西 走过一排排货架 她突然停了下来 好像她看到要找的东西了 于是 她朝着那边缓慢地走了过去 只见她来到了一个女人旁边 而女人正沉迷于自己的手机之中 女孩跟她打招呼 她被吓了一大跳 显然没注意到 身边这个女孩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接着 女孩让她帮忙拍张照片 女人一脸猛逼 一下没反应过来 女孩尽力控制着手抖 拿起手里的手机 递给了她 女人接过手机 翻转着看了一下 她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看似平常的手机 竟然隐藏着恐怖的秘密 由于女人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手机 所以她不知道要怎么用 女孩告诉她 按底部的按键就行 女人注意到 女孩不太对劲 表现得非常紧张和害怕 眼角还有泪水 但女孩却告诉她 自己没事 于是 女人也就没有多想 女人举起手机 准备给她拍照 随着女人术的拍照倒计时 时间 一道强光过后 女人睁开眼睛 发现眼前的女孩 竟然消失了 她吓得丢掉了手里的手机 整个人变得极度恐惧和恍惚 不敢相信 刚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接着 她趁其他顾客不注意 蹲下捡起了那个恐怖的手机 过了一会儿 她接到了小帅打来的电话 小帅告诉她 有事要找她谈谈 正好女人小美 想要把刚刚发生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 告诉小帅 于是她约小帅 明天见面聊 第二天 小美和小帅见面后 小美把昨天 在超市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小帅 小帅听完一脸猛逼 她觉得小美是在开玩笑 拍一张照片 就能让人消失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此小美很无奈 于是 她决定马上拍给小帅看 她举起那台手机 对着墙上的照片 拍了一张 可墙上的照片 竟然没有消失 她不甘心 又举起手机 对着其他的照片 拍了几张 可结果还是一样 那些照片并没有消失 看到她这一步操作 小帅更加肯定她 是在说谎 面对小帅的不理解 小美更加无奈了 生气的她提出 那个字回家吧 看到小美的眼神如此坚定 小帅决定亲自试一试 好让小美死心 于是 她从小美手中 抢过了那部手机 然后走到了大街上 小美紧跟在她后面 看到她朝着 路边躺着的流浪汉走了过去 小美想要拉住她 必让她不要这么做 可小帅完全不听她的 举起手机 就凑到了流浪汉跟前 她按下按键 一道强光过后 他们发现流浪汉竟然 真的消失不见了 小帅还是不敢相信 刚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想要蹲下去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 可被小美给拉住了 小美告诉她 这一下相信自己所说的了吧 他们回到车上 小帅盯着那个删除手机 自言自语 他询问小美 怎样才能把消失的人变回来 小美哪知道 她也是第一次经历 在来见小帅之前 她已经试变了各种办法 在两人对当前的情况 都还不知所措时 小帅又带她的手机 又带来了另一个可怕的消息 她告诉小美 自己的女友知道了 她和小美乱搞的事情 小美听了 满脸震惊 小帅还把女友偷偷录了 她和小美 不正当关系视频的事情 也告诉了小美 小美了解到这些 她紧张得都快哭了 奇葩的是 小帅竟然有女友 更奇葩的是 小美竟然是个有夫之妇 要是小帅女友曝光这件事 那么她和小帅都要完蛋 小帅不想就此放弃 她和小美的关系 她突然想起 自己手里那台删除手机 于是 她做了一个荒诞 且无耻的决定